杨坚矫照当上辅政大臣后 激起了以玉池琼为代表的 北州三个总管的反叛 杨坚和三总管打仗 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较量呢 杨坚如何化解这次危难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大随风云上部第九集 平定三方 通过矫照当上辅政大臣的杨坚 马上遭到了北州元老大臣的反对 以玉池琼为代表的 北州三个总管 开始将杨坚法难 与杨坚相比 三总管的力量非常强大 特别是玉池琼 他不仅兵强马壮 而且占据了原来北齐的故地 得到了很多北齐富国分子的支持 这样一来 如果杨坚失败的话 败的就不是他个人了 整个中原地区 可能重新陷入分裂局面 相反 如果杨坚赢得这场战争 那就意味着 他离皇帝之辈只有一步之遥 那么对于这么一场 生死攸关的战争 杨坚如何应对呢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记 蒙曼副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大随风云上部第九集 平定三方 其实我们上级已经分析过了 在这三个总管之中啊 实力最强的就是玉池炯 因此杨坚和他们打仗能不能取胜 其实就看杨坚派出的将军韦孝宽 能不能打得过玉池炯 那么韦孝宽能否打得过玉池炯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我们现在就得跟大家谈一谈 韦孝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韦孝宽将军是不是一个好将军呢 其实如果我们仅仅把韦孝宽 看成一个将军的话 那是小瞧了他了 他不光是一个将军 他还是一个战略家 为什么这样讲 韦孝宽一生啊 有两件事迹值得纪念 一件是所谓玉璧之战 另外一件呢 就是所谓上平旗三侧 玉璧之战是怎么回事 这个玉璧呢 是一个地名 他就在今天山西省的 纪山县陷阱之内 那当年东魏和西魏打仗的时候 玉璧呢 是西魏的一个战略要地 那我们也知道 东魏西魏时期 一直是东魏的实力比西魏强 东魏压着西魏打 那在546年这一年呢 东魏的全臣高欢就纠结了十几万大军 那差不多是当时的全部东魏兵力 就一举进攻西魏 想要把西魏直接吞掉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但是就在玉璧这个地方 他就遭到了韦孝宽的阻击了 韦孝宽当时就坚守玉璧一座孤城 以一城之力抵挡十几万大军的进攻 坚守了多少天呢 坚守了两个多月 60多天 打退了来自高欢的无数次进攻 而且杀伤东魏兵力7万多人 东魏整个士兵的一半 最后都死了 或者是挂了彩了 没办法 高欢最终只能是撤军离去了 那玉璧之战呢 是中国古代以少胜多的一个经典案例 也是城市保卫战的一个典范 我们讲中国古代战争时 没有不讲玉璧之战 那玉璧之战的领导人 就是魏孝宽将军 一元战将 那为什么我们又说他是一个战略家呢 这就要谈到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 上平旗三册了 我们不是讲过北周五帝平定北旗吗 这件事情呢 其实魏孝宽没有出场 没有直接去参加战斗 但是他在北周五帝发动军事进攻之前 曾经给武帝上过三封册文 就是所谓平旗三册 讲什么呢 第一封册文呢 讲远交进攻 说北周如果想要削平北旗的话 一定要和北旗的敌国 就是和江南的陈朝建立友好关系 这叫远交进攻 第二册讲 在发动军事进攻之前 应该先打外交战 通过努力交好北旗来迷惑他 第三册讲什么 第三册就讲利用敌人的内乱 静观其变 寻找时机 最后展开讨伐战争 这三册讲的都非常的实用 也确实成为武帝平旗过程中的指导性方针了 所以我们就讲违孝宽虽然不曾亲自参战 但是也对平旗做出了重要贡献 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墙 在起兵反叛的三种馆中 最难对付的就是玉之炯 因为他实力最强 如果解决了玉之炯 其他人就会迎刃而起 在蒙曼老师看来 杨坚派韦孝宽处政是选对了人 因为此人既是议员勇将 又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 那么在战场上 韦孝宽的表现如何呢 他的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 可以说是有勇有谋 我们先讲一个有谋的例子 我们上集说过 杨坚派韦孝宽去向州 接替玉驰炯担任总管 但是韦孝宽还没有进向州城 就知道了玉驰炯要造反 所以他也没有去 就直接往西跑了 那么他跑到哪去了呢 虽然此时韦孝宽并没有接到朝廷 派他去攻打玉驰炯的命令 但是他也没有直接跑回长安去 相反他跑到河阳 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梦县就停住了 为什么跑到河阳他就不跑了 因为河阳就是现在的梦县 就在洛阳的北边 而洛阳那是整个东部地区的中心城市 也是整个东部的战略要地 韦孝宽他凭一个将军的本能 他就知道 如果朝廷想要讨伐玉驰炯的话 洛阳以及河阳 这是一定要抓在自己手里的 所以虽然没有接到命令 他已经提前进入河阳部防了 问题是河阳当时的情况好不好呢 河阳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 河阳一共有八百守军 都是所谓关东险碑 关东险碑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北州从人家北齐那接纳过来的战斗部队 是战俘降经过改编 然后成了北州的军事力量 那这八百人其实对于北州的忠诚度是有限的 另外呢 这八百显碑守军 他们的家眷还都在向州城 在玉驰炯手下呢 这就使得他们的心思更加不安定啊 现在听说玉驰炯人要造反 他们这边也是蠢蠢欲动 打算侧应玉驰炯 那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况可是非常糟糕的 因为伟孝宽只是带了几个随从 就进了河阳城了 如果河阳城的八百守军划遍的话 他这几个人是完全没有力量抵挡的 另外呢 如果说 河阳守军划遍 那当然对洛阳也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如果洛阳再丢了 整个朝廷在东部地区可就没有据点了呀 很让人忧心的一个形势 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 魏孝宽就用计了 用什么计 他就谎称 他接到了一封来自朝廷的文书 伪造了这么一封文书 文书上怎么写呢 文书上写 朝廷知道河阳守军很辛苦 所以打算赏赐他们 赏赐他们的赐物都已经放在洛阳的各个仓库之中了 没放在一个地方 放在不同的仓库里了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布嘛放在成布的仓库里 粮食放在成粮食的仓库里 那现在呢就需要河阳八百守军分成几队 分别到不同的仓库去领这些赏赐的物品 那我们知道河阳守军 他是一些游勇无谋之人 又比较贪 觉得有赐物当然是好了 不管以后怎么样 先把赏的东西拿过来吧 就真的按照那个假文书上要求的 分成若干队到不同的仓库去领取赏赐去 那当然韦孝宽跟洛阳守军那边早就安排好了 去一个扣一个 去一队扣一队 这样呢 河阳这八百守军就都被扣押了 那也就没有能够对河阳以及洛阳的防卫 造成任何威胁 那韦孝宽将军只身一人呢 就至勤八百河阳勇士 这就是有谋啊 那再讲一个有勇的例子 就在河阳啊 这个韦孝宽呢 就接到了朝廷 让他率军剿灭御池炯的命令 很快呢 大军也就派来了 派来了怎么打呢 韦孝宽就率领大军到了武治 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武治县 当时呢 敌方御池炯是由他的儿子御池敦 率领大军驻守在武德郡 就是今天河南省的沁阳 其实武治和这个沁阳和武德郡 是隔沁水相望的 那当时是六月份 六月份嘛 天降大雨 沁水暴涨 两军其实都过不去了 就隔河相望 那这时候呢 朝廷不是派高炯来给这个韦孝宽做监军吗 高井也到了 他到了一看这个情况 说总不能老不打呀 这个水什么时候才能退下去吧 还是先架桥吧 就架一座桥 想让士兵呢 从桥上过去 那架桥 他这边架桥 御池敦那边也想办法了 不能让他架起来这座桥啊 得破坏 怎么破坏呢 御池敦就在上游 放下来一些木筏子 这个木筏子上面都浇满了铜油 然后点上火 让这个木筏子顺流而下 什么意思呢 古代的桥啊 临时搭的都是木桥 想让这些着火的木筏子 把这桥引燃了 那你不就白搭了吗 那当然我们知道 高炯也是一个聪明人 他预先想到这一招了 他就在这个桥的上游位置呢 设了好多土狗 什么叫土狗 土狗就是啊 这个前高后低的土墩 就像狗墩在那里一样 蓝河坝 叫土狗 那法子一冲到这土狗这 先被土狗给挡住了 根本就靠近不了桥 这样呢 很快 韦孝宽这边呢 就把桥给搭成了 那桥既然修成了 韦孝宽呢 就亲自率领士族 往前冲啊 想要渡河作战 那我们考虑 韦孝宽率领大军往前冲 御池敦这边应该怎么办 其实御池敦是占有一定优势的 因为那边是弓 这边是手 只要他死守和谈 险要位置 过来一个杀一个的话 还是可以守住的 可是呢 这时候啊 御池敦他耍小聪明 他也想用计 他用什么计呢 他一看韦孝宽率领大军过河 他就让自己的部队主动后撤 为什么呀 他说给他们腾地方 让他们过来 等他们一半人过来了 另外一半人还在桥上的时候 也就是在半渡的状态下 我们再打他们一个 措手不及 他想的挺好 问题是他遇到韦孝宽了呀 韦孝宽那是一个战神级别的人物 哪能给他这样的机会呀 一看那边御池敦率领大军后撤了 韦孝宽就大喝一声 说今日一战 有进无退 接着肋骨驻危 让所有的士兵全速渡河 大家都跑步赶快过去 等士兵刚刚离开桥 高炯一把火就把这桥给点着了 截断退路了 自己截断自己的退路 那士兵一看回去已经不行了 那只能是奋勇向前吧 那就在韦孝宽的率领之下 进行了猛烈的冲击 他们这一冲击呀 御池敦那边可不行了 本来是有组织的后撤 现在呢就变成了无组织的后逃了 有的杀死了 有的被踩死了 最后御池敦是只身一人 单枪匹马跑回了向州城 就这样呢 韦孝宽和高炯带领着队伍 一路就追到了向州城下 向州的住所就是在叶城嘛 叶城是北齐的都城啊 就在这儿啊 韦孝宽和御池炯要展开决战了 现在要开始打了 一打发现问题了 人家御池敦也好 黄龙兵也好 真不是吹出来的 个个骁勇无比 韦孝宽这边 在他们的冲击之下是连连后撤 那这时候 朝廷这边可就急了 怎么办呢 咱们可能都听过一句话 叫做兵者贵道也 带兵打仗那是要用诡计的 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候啊 韦孝宽手下有一个叫宇文新的将领 他打起了歪主意了 打什么歪主意了呢 他看到在城南的这些高坡之上啊 有好多老百姓在观战 那我们可能就很奇怪了 说打仗是很危险的事 夜城的老百姓为什么要出来观战呢 其实这就涉及到夜城百姓的心理了 因为我们说过夜城是原来北齐的国都 北州把北齐给灭掉了 人家夜城的老百姓那一枪 忠君爱国之志 无处发泄啊 对于北州是没有好印象的 现在他们看北州怎么自相残杀起来了呢 韦孝宽将军来打玉驰炯将军来了 那夜城的老百姓啊颇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你看看 前一年你们还把我们打败了 现在你们骨肉相残了 我们看看热闹去吧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另外呢 他们也觉得既然两边都是大兵团作战 所以一定是在平原进行的 而他们呢 是站在一些土坡之上 觉得呀战争威胁不到自己 所以夜城的好多老百姓就出来看了 按照北史的记载啊 是夜中侍女 官者如赌 老百姓也好啊 这个妇女儿童也好 都出来了 像一赌一赌的墙一样 在那观战 到底有多少人呢 有几万百姓 都在那做观众 那现在韦孝宽这边要失败 他手下的将领 宇文新打歪主意 打什么主意 他就打这些老百姓的主意了 他看了看这些观战的百姓啊 然后就对自己手下的功奴守将 不要射欲吃炯的部队了 往老百姓那射 那一时之间万箭齐发呀 就朝着观战的老百姓射过去了 老百姓不是战斗人员呢 当然没有任何精神准备 这箭一射过来呢 有的死有的伤 更重要的是 整个观战队伍就都乱了 大家就哭着喊着往城里跑啊 那我们知道 御池炯的部队是被城为镇嘛 现在老百姓要往城里冲 先冲击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方阵啊 这么一冲击 御池炯这边的队伍也就跟着乱了 被老百姓裹挟 又裹挟着老百姓 就一块往城里跑 那在这种情况下呀 宇文新大喊一声 叛贼失败了 他这么一喊 为孝宽手下那些士兵 个个就如下山虎一般就冲过去了 见到谁就杀谁呀 老百姓也好 御池炯的士兵也好 都给杀了个落花流水 很缺德的一件事儿 但是很缺德的一件事儿 收到的效果 倒是他们想看到的效果 就在混乱之中 为孝宽手下的几个将军 已经带着士兵攻进了向州城了 这个御池炯呢 也就逐渐败退 退到了向州城的北门城楼之上 就带着几个亲兵上去了 其实到这个情况下呢 御池炯也知道自己大势已去 万念俱灰呀 最后呢 就有一个叫做崔弘杜的将军 也是北孝宽的手下 就顺着这个龙尾道 顺着台阶 就上到这个城楼之上 那御池炯一看 敌人已经摸上来了 赶紧用弯弓要去射他 这时候呢 崔弘杜就把这个兜眸 也就是头盔给摘下来了 亮相了 然后问御池炯 说老将军哪 您不认识我了吗 咱们俩还是亲戚啊 是什么亲戚呢 崔弘杜的妹妹 就嫁给了御池炯的儿子 两个人绝对是亲戚 亲家关系 但是崔弘杜又说了 虽然我们是亲戚 可是现在呢 我们都是为国家办事的 也就不能顾及私情了 不过尽管如此 我还是念及亲戚情分 已经约束了我手下的士兵 让他们不要冲上来 不要凌辱您 那您就自行了断吧 劝御池炯自杀 御池炯一听呢 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了 长叹一声 口中大骂杨奸 拔剑自闻 那就这样呢 规模空前的御池炯叛乱 就结束了 那御池炯本来是三方叛乱的主力嘛 他失败之后呢 司马肖旦和王谦 就都是大势已去了 在580年的8月27日 也就是平定御池炯之后十天 王仪就率军开到了司马肖难的老巢云州 司马肖难逃到了陈朝 成了陈朝的大臣 再收拾他那是以后的事了 反正他这支部队是解体了 那又过了两个月 就在10月26日 梁瑞率领大军开进了成都 蜀州总管王谦也兵败被杀 那到这时候 三总管叛乱就全部平定了 我想这里头有三方面的原因 值得大家考虑 那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 这三个总管其实都是外强中干 相反 杨坚倒是真的精明强干 换句话说 领导力不同 为什么说三总管都是外强中干 因为王谦 我们上集就讲过 他本来是一个拥默之人 没什么本事 而司马肖难呢 他最早的出身是北齐的一个文士 带兵打仗也不是他的长相 在这三个人中 只有御池炯那是真有军事经验的 可是御池炯当时已经70多岁了 无论从智力还是从体力上 都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那可能有人说不对 去评判的伟孝宽将军也70多岁了 也过了人生的黄金时代了 他怎么就能打败御池炯呢 很简单 伟孝宽身边的军师比御池炯的军师强 伟孝宽的军师是谁啊 高炯啊 高炯那绝对是一个人物啊 那是一个非常得力的参谋 而御池炯这边的军师是谁呢 御池炯的军师叫做崔达拿 这个名字很难听的一个名字 是北齐的一个文士 白衣袖式型的人物 写文章可以 文才斐然 说话很漂亮 但是对于行军打仗 是没有真正的智慧的 不能给御池炯出什么好主意 所以御池炯再跟他绑在一起 这个实力也就下降了 那御池炯如此 其他两个总管更不行 所以我们说他外强重干 那为什么我们又说阳间精明强干呢 我觉得呀 在这一场战争中 阳间至少可以打三个满分 哪三个满分 第一满分用人 第二个满分纳建 第三个满分统战 先说用人 用人怎么打满分 阳间用了两个人 武用伟孝宽 文用高拥 这两个人都是一时之选 伟孝宽是有勇有谋 而高拥呢是能断大事 有这样的将军和谋士 其实作战已经有一半的胜算 所以说用人是打一百分的 那再看纳建 阳间接纳谁的建议了 我们上集讲过 他接纳李德林的建议了 当时呢有人说战场上有一些将军 私下收受对方的贿赂 李德林建议阳间不要去临阵换将 而是要派遣监军过去 通过春风话雨的方式稳定军心 那我们知道李德林不过就是被其投降过来的一届书生 他这个建议是有相当大的风险性的 而阳间居然就能够对他信任有加 不折不扣的接纳他的意见 这是需要相当大的判断力和相当宽广的心胸啊 那事实证明阳间这样判断他是绝对正确的呀 当时受到猜疑的两个将军 宇文新还有崔洪杜 后来不都在战场上立了大功了吗 他们能立大功 那取决于阳间的那次纳建 所以说阳间纳建也可以打一百分 那再来看啊统战 阳间统战最成功的范例是谁呀 那就是统战老臣李牧嘛 通过怀柔李牧又怀柔了北州的一大批啊 元老众臣就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优势 所以说呢阳间啊论啊这个军队 论地盘他可能确实不如三个总管 但是要论领导能力 他就比这三个总管强太远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 领导素质的对比 第二个原因 除了这个领导能力 阳间占据优势之外啊 阳间还占据政治优势 什么样的政治优势呢 就是我们反复提到过的 邪天子 以令诸依赎鸣也好 还有大臣说话 哪一个说话更好使啊 当然是皇帝更有权威了 这就是中国古代 邪天子以令诸依赎鸣的重要力量 第三个原因啊 其实呢 就是御池炎他们打出来的那种 辅助北周的旗号 并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北周当时建国刚刚才有24年 很短的时间 还不足以让人形成绝对的中军意识 而在北周宣帝统治时期 又因为他特别的荒唐暴虐 所以呢 让很多大臣都被都对北周失去信心 相反呢 阳间辅政之后倒是力行节约 而且推行一种比较宽容的法令制度 这就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匡府北周 是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的 何况这三个总管自己 也是各怀心腹事 都有各自的野心 连你自己都不能做到真的忠诚 那又怎么能要求别人 我觉得呀 这场战争 其实是有四方面的意义的 而且这四方面的意义 都非常重要 那四方面的意义 第一方面 经过这场战争 北周对于新征服地区的统治 更加稳过 我们可以看 发动叛乱的三个地区 向州 云州 和蜀州 其实都是西魏 被北周征服的结果 除了这个蜀州征服稍早之外 向州和云州那都是在周五帝末年和周宣帝时期才拿下来的领土 这些新征服领土 对于北周的忠诚度是比较低的 其实三方叛乱能在这三个地方叛爆发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但是呢 经过这样一场战争之后 北周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能力明显加强 咱们举一个例子 就举最折腾的最厉害的向州 向州啊 我们说过那是北齐的旧都所在地 所以呢 那人心最不稳 攻克向州之后 杨坚怎么对待他们的 杨坚一把火 把这个夜城给烧光了 把夜城从地球上铲除了 那老百姓怎么办 老百姓通通南迁四十五里 迁到哪儿去了呢 就从今天的河北临章迁到河南安阳去了 所以现在河南安阳说 自己那是向州旧城 是夜城的旧城 这话没错 但是说的都是随朝以后的事 随朝以前的夜城也好 向州也好 早就毁了 从地球上抹平一座城市 这当然是很野蛮的一件事 但在当时从彻底杜绝隐患这个角度来说 还是有实际效果 这是第一个意义 第二方面的意义 经过这场战争啊 杨坚的个人统治也更加稳固 什么意思呢 这个杨坚原来不是被任命为左丞相吗 在这场战争之后啊 周靖帝就干脆废除了左右丞相的设置 直接任命杨坚为大丞相了 那就是来自于其他大臣的制约 现在基本就没有了 不仅如此 周靖帝还让杨坚的大儿子杨勇 担任洛州总管 东京小中仔 就是统辖北齐旧地啊 这样一来呢 杨坚又把触角伸到了整个东方地区了 这是一个控制能力的明显加强 第三个意义 这场战争啊 也给了杨坚一个考验干部的情况 怎么叫考验干部 本来杨坚矫诈辅证 对他不服气的人肯定是很多的 可是一般情况下呢 这些人也不见得会马上表态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敌案我名啊 敌案我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很容易形成长期的政治隐患 但是三宗官起兵一出现 这个事马上就解决了 因为在战争状态下 每个人都被迫要表明立场了 你或者支持御池炯 或者支持杨坚 反正你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喊活 这就使得杨坚能够迅速而准确的判断出来 谁是敌 谁是我 谁是友 该怎么办就要怎么办 这叫什么 这叫长痛不如短痛 或者叫短痛胜过长痛 这是第三方面的意义 第四方面的意义 这一场战争呢 也让杨坚发现了真正的人才 那在战争以前 杨坚最得力的助手 最信任的下属是谁啊 当然是刘坊和正义啊 这两个人帮他当上了辅政大臣 也就成了他的心腹嘛 根据《资质通鉴》的记载呢 杨坚对这两个人的赏赐是不可生数 甚至到了朝野侧目的地步 可是战争一检验 杨坚发现了 流仿正义不行啊 关键时刻掉链子呀 派监军的时候 杨坚对他们寄予多大的希望啊 可是这两个人都胆小如鼠嘛 左推右拖 谁也不真的帮杨坚的忙 那胆小如鼠也罢了 更要命的是啊 杨坚发现这两个人 一点政治责任感都没有 整个平定叛乱 也用了四个半月的时间呢 杨坚每天都是忧心忡忡啊 焚高济鬼在那工作 那按道理讲 刘坊正义是他的左右手 也应该跟他一块着急 一块努力办公吧 是不是呢 不是啊 刘坊和正义当时就沉浸在 刚刚拥有巨大权力的喜悦之中了 每天就知道花天酒地招权纳会 根本不担心公务 也不帮杨坚什么忙 那在这种情况下 杨坚呢就明白了 刘坊正义是什么人呢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变人才 搞阴谋轨迹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政治掏掠和政治家气度 以后这样的人要靠边站了 那这样的人靠边站了 谁靠前站了呢 杨坚就发现了两个真正的人才 一个就是我们反复提到过的李德林 另外一个我们也没少提到了 叫高丘 李德林是什么人 李德林呢 多谋善断 而且温才费然 其实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 他已经给杨坚出了两个好主意了 第一个好主意是让杨坚当大丞相 不要当大总仔 第二个好主意是杨坚派兼军 而不要临阵换将 用春风话雨的方式来稳定军心 这两个主意对杨坚都非常关键 那就在李德林劝杨坚派出兼军之后 杨坚就真的把李德林视为自己的谋主了 军事上的大士统统跟李德林商量 而且要紧的军事文书也都让李德林起草 那李德林原来是北齐的著名才子 著名到什么程度 北齐人都排着队到他们家去看神童的 是这个级别的人物 现在呢 他的这个文才可算得到施展的余地了 这不是难得的人才吗 那再来看高丘 如果说李德林更像是一个单纯的文人型官员的话 那高丘就是能文能武 随书高丘传也是这样说的嘛 他说呀 丘强名又袭兵士多纪律 说他很有军事计谋 是一个出将入相的人物 那就在这次平定三方的过程中 高丘的金氏才华不是已经得到充分检验了 所以高丘从前线回来之后啊 杨坚就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卧室之中 在卧室里宴请他 而且把自己用的那个杖子赐给了高丘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对他的极大宠信 能够发现这么两个人才 我觉得杨坚就已经很满意了 这场仗打的就已经止了 那就在580年的9月初九 也就是司马硝难刚刚被平定的时候 杨坚就以周敬帝的皇后 是叛臣司马硝难之女为理由 把这小皇后给废了 那大家想如果皇后都能废掉的话 皇帝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那这时候北州的宗室力量已经被摧毁了 地方反抗的战火也已经平息了 那杨坚的盖朝换代就只剩下时间问题了 那么这一个历史时刻 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 请看下集 为什么选择了杨坚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大随风云上部第十集 建立大随